在解放战争后期 很多国军名将沦为阶下囚 比如说杜玉明 范汉杰 王耀武等等 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物 但是要说这被扶持官职最高的 还要属汤瑶了 时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 汤瑶这个名字 对很多人来说不是很熟悉 因为他长期担任参谋长的职务 没有上阵杀礼的机会 所以名气不是很大 不过这个人也是很有传奇色彩的 汤瑶1897年生于安徽合肥 早年曾经加入过青帮 跟黄金荣杜月生都有过接触 后来开始从军担任过黄浦军校兵器教官 也算是逃离满天下了 在抗战时期 汤瑶担任过第32集团军参谋长 军事委员会后方前务 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一直名声不显 但是到了1949年底 蒋介石把他推上了风口浪尖 1949年12月 卢汉率部起义 蒋介石大怒 火线任命汤瑶为陆军副总司令 兼第八兵团总司令 率4万3千人进驻云南 蒋介石还向汤瑶承诺 只要第八兵团能在云南坚守三年 他将会训练20个师的精兵 经缅甸进入云南 到时就可以大有作为了 不知道老蒋是真的这么想 还是忽悠汤瑶的 如果老蒋真的有本事 训练20个师的精兵 大举反攻 那他也不会在解放战争中 一败涂地了 再说汤瑶 在国民党军中混了这么多年 当然也不是傻子 一面应承着老蒋的话 一面准备着逃离 之前在介绍陈康将军的时候 说过了 当时汤瑶的部队 集结在云南蒙子 正准备乘坐飞机逃走 而陈康的第13军 离蒙子机场上有2000里的距离 在没有汽车的情况下 能敢在敌军之前 到达蒙子机场吗 说起来像天方夜谈 但是解放军要的就是这个精神 陈康亲率三个团 昼夜兼程 用14天的时间跑了2000多里 硬是用两条腿 跑在了国民党军的汽车面前 率先占领了机场 当时汤瑶还在跟军官们看戏 完全没有想到解放军 竟然能这么快就到达机场 被俘后 汤瑶还不可思议地说 按照中外军队的行军原则 步兵正常日行不足百里 可是你们违背了行军原则 一天竟极近两百多里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你们会来得这么快 汤瑶被俘后 不像有些军官将领那样顽固不化 而是积极配合改造 再加上他性格幽默 相声评书大鼓样样精通 每年春节的联欢会都是主力 因此很受欢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